男色小貨車四角朝天 躺在膝床上 民眾健壯 通知救護車前來查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 就怕車內有人受困 大概不曉得 因為這個有夠扯 這個你手刹車 這是不是排長不小心 你有沒有人啊 新現場確認 那為車場手刹車未拉 那現場是 車上是沒有人的狀況 所以是虛擒一場 幸好車上沒有人 虛擒一場 但好端端的 車輛怎麼會衰落在膝床上 懷是上方的汽車廣場 停放中的車輛 沒有拉手煞車 小貨車衝下邊坡 直接衰落在河床上 應該是我們 我也不知道我是聽人家通知 可是聽到這種聲音 那然後 看到的時候就是這樣 不曉得 因為剛剛是 業務開過來 後來就滑下去 就滑下去 業務也等一下才會過來 再三強調 車輛是業務開來的 但意外怎麼發生 保養廠也是一頭霧水 不過警方調查 這輛新車 隔天才要交車 業務先開來保養廠 安裝配備 至於真正意外原因 仍有在警方調查釐清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